I've been dreaming on in my head like I've seen it a life worth living is a life with me and I'll do what I love till my heart stops beating I'm feeding this demon Got a taste can't wait spitting this in my face work a job every day till your dreams made a way like a god never change play the game now we say I need a break 大家好歡迎來到傳說老人的傳說對決我是拉夫今天我們為大家帶來的是盧米亞在中路的表現盧米亞在中路呢其實現在已經很少人在用盧米亞走中路了因為盧米亞他的那個並不是強勢角他可能已經是屬於T2或T3T的這個角色但盧米亞他本身他有幾個功能型 的地方是其他人比不上的 舉例來講呢他的大招他除了說可以那個全地圖的攻擊對手之外呢那也有他的一個開眼睛的效果就是對於隱身角他都有他一定的克制效果 然後呢盧米亞他其實最主最常讓大家好會使用的就是他的一技他的一技呢他只要發了兩個之後那他第三個就會是個強化的一技 強化一技能他有控制的效果有那個擊飛的效果那除了這個一技之外他的二技只要有打到對方的英雄那他馬上他的下一個下一個那個一技會變成一個那個強化的一技那這種狀況下呢盧米亞他本身來講他的控制就相當的多 那這一場呢拉爾夫選擇盧米亞的原因就在於說對方的中路是選擇阿萊斯特阿萊斯特他 他的他的那個二技他那個口香糖他黏在地上的確就是一個比較強的控制但更強的控制在於他的大招是一個壓制的功能那所以呢拉爾夫選擇這個盧米亞好最主要來講就是希望能夠 藉由我們的這些控制來斷阿萊斯特的大招那當然我們這場裡面其實我我本來想說我的大招來斷他的大招是比較好用的可是呢我通常我的大招開的時候呢都輪不到說來去斷他的大招就是每次阿萊斯特開大招的時候呢我的大招幾乎都是在CD當中那所以呢我們主要來講還是靠一技跟二技好來去斷他的大招那這邊呢我 然後我把那個阿萊斯特勸退之後呢那過來但是我們這邊那個魔龍路這裡的三打三已經死了兩個好那所以基本上來講在這裡呢就沒有辦法好那我在這邊我就因為那個對方的薩尼躲在草裡面嘛那為了安全起見我只把那個小兵清掉一點點之後呢我就離開回到我的中路那因為對方只有薩尼嘛所以也不太可能把我們的魔龍路給推走 好那因為薩尼他的血好不多他又沒有刻回去好所以他又死了嘛那這邊呢那那傅被這個阿萊斯特可以控制住好然後整個打下來快沒有血了好這也就讓那傅覺得說我在 在第二件那個惡魔龍路的微笑以及第三件好我要出那個 呃冰葬之後呢好我打算要出那個 仙靈掉墜好那這樣的話等到後面阿萊斯特勢的那個魔龍路再拉上去的時候呢我就算被他 給定住好我也不容易被他直接單殺 那我們還有就是呢 因為我的大招好不一定有機會來斷到阿萊的大招 那我又希望說那個魯米亞好能夠做到這件事情就是斷阿萊的大招這件事情 所以呢我也需要有一點點的那個坦度好能夠往前走 所以 好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說 我的第一個惡魔的微笑以及冰葬好 然後還有那個後續的這個 仙靈掉墜好他其實都有加生命 那我加生命讓我本身來講好他的那個控制 控制之外好他的坦度也會有一點點 但我就比較不傾向於對於那個物攻的部分好在加強因為 我們的 角色好我們在 的這個站位都會比較後面偏後面一點點好所以對於那個 物攻的角色好他如果沒有 沒有很明顯的說他們會直接針對我這邊 攻擊的話呢 我是覺得出仙靈就可以了 他有減息滴還有血量 那在這裡的時候呢 對面好已經回過來嘛那我們把這個兵給推出去 我們的木頭是不錯幫我們把那個 坦塔的那個兵給打走 那 但是後續啊我還是被對方的那個甲蟲給撲過來 給收掉 送出了第一顆人頭 那我們的打野也不錯幫我們把這個中塔 中外塔給收住了 那我們繼續呢 回到線上那對面呢跑到我們的 野區來亂 那我這邊開個大招之後讓我們大家知道說 對方的 上位大概在哪裡 那我這邊當然竟然是要針對阿萊 就是在阿萊這個控制的時候呢 放個那個二技 把他那個斷一下他的招 讓我們的角色不要被控制的太久 那可是其實 我說真的就是 雖然是這樣的狀況 我們的 隊友還是會被控制到一些 大概一秒兩秒的時間 所以其實 如果最好的話呢 就是大家不要被他控制 那我們這邊來打這個佛洛倫的部分 我基本上 考慮就是說 我們要避免他想要來滑我們 避免他想要來滑我們 那因為我們 兵杖也出來了 所以我們都還可以控制得住 那在這裡呢 我們當好也是一樣往前 那稍微幫 對方圈退的時候呢 然後用那個一技的這個部分 來 控制對面 那於是呢我們在這裡 取得一個團戰的勝利 把對面打 打死了四個 那在這邊在後續呢 我們就一個不小心 那個 射手被對面阿萊給抓住之後 還有送了一顆頭 那我們來 打到這邊已經快15分鐘了 那對面的薩尼直接衝過來這邊打我們 那對面有三個過來 我們稍微退了一下 退了一下呢 然後 開個大招大概知道說 對面的那個角色位置之後呢 我們在這裡也是來斷阿萊的大招 阿萊斯特大招被斷了之後呢 後續 我們這邊的那個 一個5打4 因為對面的那個佛洛倫並沒有進來 所以我們這邊變得是一個5打4 那 在這邊就可以看到就說 我的那個 兵杖阿 他有這個效果就是讓這個 對方的薩尼 沒有機會跑掉 那於是這邊 我們 對面的就是5打1嘛 所以我們 順利呢就可以取得這個勝利 那在後面這個佛洛倫 因為佛洛倫他雖然 單體很強 可是1打2 可能還很好打 那1打3 1打4就比較難一點 那尤其是我在想他的大招說不定 還沒有 還沒有完全好 他不敢用 大招衝過來 他如果有大招衝過來 我們只要注意 我們的射手不要被他划 先划到 那射手不斷的持續輸出 那這個佛洛倫就沒有什麼好擔心的 對方的阿萊斯特雖然出了全魔攻 可是他的攻擊力卻 那個輸出卻並不是很多只有10幾%而已 也就是說呢 我們這個其實是我們 算到對方 就是直接要斷對方的 招 但是對方並沒有針對我們 所以我們在這場取得了勝利 最後我是拉夫 我們下期見 拜拜